《优优独播》 巧儿 给你看个东西 什么好东西 我的妈呀 这不是你大嫂吗 这 这 这干啥啊这是你大嫂 妈呀 你大嫂怎么这样人啊 我的 哎 你排的 不是我排的 那你哪来的 二嫂排的 发给我的 二嫂 二嫂怎么排啊 我怎么知道 是不是你二嫂跟从大嫂来着 没准 你家这两个嫂子没一个吃素的 我跟你讲 哎呀 我的妈呀 这有点不像话啊 这照片啊 我发给我大哥了 你缺心眼啊你啊 你把这照片发给你大哥 那他家不得打呀 那怎么办啊 那我亲哥 我能不吓着他吗 哎呀 那我好歹出事啊 哎 拉三 我问你 怎么呢 我跟你说那事怎么呢 还告诉你大哥了 哎 这 哎 这么大的事不跟他说的也不像话呀 你说你 你是不是傻呀你 啊 要不就切脑子呢你 啊 那大哥咋说的 不是 大哥还真要离婚啊 反正我 我看着像真的 看他那模样也不像开玩笑 你这这事怎么弄成这样了呢 你问你媳妇 啊 你问你媳妇 怎么了 玉花 啊 问我啊 妈 妈 你的意思是是怪我是吧 是怪我不应该拿手机 摆他和那男的在一起的那个拍下来 是不是 那你说我碰上他们俩在一起去开房 我能不管吗 我这是见义勇为 维护你们老林家的荣誉 我要在外面找一个男的瞎扯 他过来要得打手腿 哎呀 你行了 行了 行了 你别得理不饶人的啊 少说两句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 不是 那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我又为你死去 二嫂 二嫂 听完的 妈 你说 这事怎么办啊 咋办 我把你们找回来 都问你们怎么办 你问我咋疯 我不知道咋办 行 行了 你们说吧 我就接头发去了 我出去别瞎说啊 说这是 碰上这事 这确实是 头疼 喂 哦 爸 怎么了 你们刚下飞机 去哪儿啊 来我这儿 爸 你们怎么来我这儿了 妈 你们 你们来 咱们也不提前说一声啊 这今天好吗 你怎么办啊 我怎么办啊 坐这儿了 爸 妈 你们进来吧 倩倩 这不是你的箱子吗 你 你住在这里啊 我还以为是你给我们开的房子呢 怎么回事啊 倩倩 你为什么住在这里了 那林国栋呢 爸 你先坐吧 倩倩 怎么了 倩倩 你什么事情说嘛 你晓不晓得啊 我和你爸爸多担心你啊 你和林国栋到底怎么了 他是不是欺负你了 倩倩 有什么事 爸爸妈妈会给你做主的 爸 妈 妈 我要和林国栋离婚 离 什么 离婚 离婚 这 这 好好的 这 这什么事情嘛 好好的怎么要离婚了嘛 倩倩 到底怎么了 说呀 哈喽 戴伟 我林国栋 我就想跟你说呀 你能不能让银行那边 再宽限我一个月呀 行 我 我就不知道了 好 谢谢 拜拜 房子都要快被没收了 林国栋还不赶快去想办法 还怀疑我们家倩倩 她搞什么名堂嘛 她算个什么男人 你不要操心了 反正 我是不想和她过下去了 倩倩 这个离婚可不是个小事情 你要想清楚 妈 离了婚还不是一样过日子 没什么大不了的 好了好了 这事情我都清楚了 你还是先去上班吧 等你回来再讲 好 那你们先在房间里休息一下 要不我再给你们开一个房间 你不用管我们 赶紧去吧 不要迟到了 那我大概晚上六点左右回来 也不要早退啊 我知道了 我就晓得 像她家这种情况 经济上早晚会出问题的 应验了吧 我们家倩倩算是被她害惨了 哎呀 不要说什么惨不惨的事情了 赶紧想想现在该怎么办吧 哎 我们要不找一下 亲家母 看看她是什么态度 有道理 你赶快把老太太电话找出来 我给她打一个电话 问问他们家的地址 快点快点了 开 sich fellowship 哎呀 山姐 recording 亲家 tensions 郑老太太 赶紧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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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方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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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n 说您要来啊 正好我生病嘛 是的 是的 我想怕找不周到啊 是啊 是的 我们早就想过来看嘛 可是考虑到你身体不大好 怕给你添麻烦的 这次来啊 无论如何得多住些天 让我儿子您的姑娘 多陪着您 你看我们是不是到楼上去讲 妈 上楼上去讲 你瞧我这气息 对对对 就上楼上楼 好好好 你给他买这么多东西 等我来啊 阿姨 来回来 你太沉了 那什么 你干活去 你说 你干活去吧 那那行 叔阿姨 你们楼上坐 三伟 来 姜丰儿楼 往前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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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三 喂 大哥 你岳父岳母来了 你怎么知道的 她到妈这儿来 让妈让我去接她们 她们来干嘛 我哪知道啊 本来我想上楼就帮你打听打听 这我妈不让我上去 好 我知道了 那行 就这么个事 你知道就行了 刚开始嘛 刚开始嘛 我们问倩倩她也是不讲的 后来我问了半天 我们才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秦家母 我 我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嘛 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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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啊 这个林国栋在美国就失业了 回来这么长时间了 全家都靠我们家倩倩支撑着 她不单不领情 还怀疑我们家倩倩 你说 最近不知道从哪里搞出一张照片 这个事情我问倩倩了 倩倩说 那个男的啊 她只是她公司的一个客户 她们俩什么关系都没有 很清爽的了 好了好了啊 这个照片的事情我们不讲了 关键的问题是房子 现在搞得连贷款都还不上了 我们家倩倩啊 每天是吃不下睡不着急的要命 可是那个林国栋呢 她不当回事了 这个照片呢 纯属于是误会 您刚才说贷款 这贷款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没 国栋没有跟你讲的 没有 没跟我讲 你是这么大的事情 亲家母 我跟你讲啊 您说您说 她们在美国买的房子贷款要到期了 一下子要还五万美金 弄销的吧 相当于三十多万人民币 是 这个钱要是还不上的话 美国的房子就会被银行没收了 懂了 哎呀 这孩子 这么糊涂 这么大的事没跟我讲啊 是啊是啊 我亲家母啊 我亲家母啊 亲家母啊 亲家母你也是知道的 她们的情况 现在一下子哪能拿得出那么多槽票啊 是是的是 哎呀那个照片不照片呢 就不是什么事情了 她们最近要老是闹矛盾 都是为了这个房子闹得不可开交的呀 哎呀这个事情跟你说也怪我啊 我这不是总有病吗 孩子啊就一心朴实就想到我这个问题上了 所以那方面就没有考虑 这您说了我才知道了 亲家 您放心 真的 您放心 这个问题我完全能解决 好好好 我能解决 我绝对不能让孩子把美国的这套房子弄没了 好 喂 谁啊 哎 妈 我说您听就行了 忘记妈妈是不是在咱们家呢 走了 你大大声了不是 走了 那不是 他们到咱们家干嘛来了 我问你 美国房子是怎么回事 哎 没什么事那个 这么大事你也不跟我说呀 你心里还有没有你这个妈呀 不是这房子的事不是什么大事 我自己能解决 哎呀 因为这事都快上闹闹离婚了 还不是什么大事啊 我跟王倩那个 别别别别 跟这房子没关系 我知道 你瞎说人家照片又怎么这 人爸爸妈妈在这好不愿意了 人说那就是人家王倩的一个客户 瞎开什么呀你 我告诉你啊 是吗 你必须我告诉你说 在人家王倩爸爸妈妈面前 给你王倩道歉 行行 我我我我我 我自己我我去处理好吧妈 你又不道歉我告诉你 别进我家门 什么玩意儿你说拿个照片 你说你瞎说些什么呀你 行行行您放心吧啊 好 那见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他们家现在这种情况 他肯定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那房子要到期了 你说怎么办呢 要是不行的话 我们俩回上海 想想办法吧 回去 那倩倩和国董我们不管了 不是不管 现在主要的矛盾 是房子的问题 倩倩 下班了 回来了 倩倩 我跟你讲 我和你妈妈 今天见过倩家母了 我们把情况都跟她讲了 我不是说过 不用你们管的吗 不管 你是我们的亲生女儿 我们能不管吗 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和女儿大喊大叫的好了 我要说过见 妈 您这干吗去呢 我这着急 我那个啥 小区溜达溜达 你以后可不能一人溜达 你这万一碰了摔了呢 没事 我问你 明天礼拜六啊 对啊 你们是不是都休息 你俩 我休息 国粮可能加班 您说什么事 明天妈见她爸妈来 她爸她妈来了 来干嘛呀 你看看来看人闺女呗 看看他们两个 咋样 我先过早就到家了 咱们请顿吃顿像样的 你说 在咱们家能吃什么像样的呀 行 在家都险着咱们热情了 是吧 你你得颠的颠的 过去矛盾归矛盾 咱们人家来了咱还得 满腔热情了 是吧 且咱有礼貌 你说是不是 行 没矛盾 啥矛盾的都自己嫁人 行 没问题 待会妈给你拿钱 不用 妈 您那就放心吧 这个礼数我都懂 我帮您弄 谢谢 我这儿有钱 我还在你辛苦了 谢什么苦 我跟你们讲啊 机票我买好了 明天早上七点的 你们要走啊 你们今天来了 干嘛不多玩几天呀 怎么这么着急呀 我们哪有心事在玩呢 倩倩 你跟爸爸妈妈讲心里话 你是真的要离婚 还是说的气话呀 你也老大不小了 有些事情 自己要考虑清楚 爸爸妈妈也不能替你做主 不过你记住啊 倩倩 无论做什么事 爸爸妈妈都会支持你的 我记住了 来 你说 我们倩倩 那是真的要离婚吗 你看他那个情绪 哪像是真要离婚呢 再说了 要是真离了婚 还便宜那个林国栋了 咱们回去以后 还是要今天商量好的办 不要别管啊 那要是那个林国栋 他要是不肯承认错 怎么办 那个林国栋 应该不至于 一点良心都不讲的 陈姐 你看今天也不早了 我们想早点回去休息 明天还要迟早 行 那你们早点休息吧 明天还要早起 好的 那你也早点休息 好的 来 给我吧 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那个家风 我跟你说个事啊 妈说 王倩她爸妈呀 从上海来了 明天到咱们家来吃饭 王倩她爸妈来了 那吃就吃呗 大老远都来了 问题是不得我做吗 凭什么让我伺候他们呢 你不就是做顿饭吗 我跟你说 咱妈这个人爱面子 那大老远来了你 你听他妈的啊 你说大哥和这个王倩 到底能不能离婚了 你管这干吗 跟咱有关系吗 我看你个狐狸精大嫂 我就来气 行行行 你就帮着咱妈做饭 别的你什么都别管 那他们要问我照片的事 我该怎么说呀 那照片到底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了 让我造假我也得会呀 真的你怕什么呀 再说了 这种事他也不会问 那最好了 大姐啊 你来了 大姐 坐坐 请坐 大姐 你咋还没给我信呢 现在呀 看家当人的呀太多 又是淡季 那不你说的 肯定能给我找着活吗 我还给你交二百块钱呢 这么着吧 你也别着急 我给你查查看看好不好 你先坐吧 你说能不着急吗 这钱交了 当然再也没挣回来 多上火呀 这儿一家招待所 招清洁工 你干不 给多少钱呀 基本工资是八百 家人补助 大概是一千到一千二 就是脏点累点 脏点累点我倒不怕 就是 就是想多挣点 反正这钱也不太高 先干着 等有好的咱再换 行 那行吧 那你想着 到时候有那个 争得多点 你再给我找一个 行 我呀 先给你开个单子 你拿着这单子 直接上他们招待所 找他们负责人就行了 行 我们的旅馆不大 咱客源不少 你呢 主要是处的这条总房 这男女的厕所 加上二楼的总房 都有前台大厅 好好干 公司一门家门的少女 好 我干吧 干 好 我觉得 回来了 哎 妈 买些啥 都啥味 虾 鲨鱼 螃蟹 反正什么贵 买什么呗 新鲜吗 那能不新鲜吗 新鲜 新鲜 你记着啊 人家那个南方人呢 做菜啥的少放油 少放盐 人家讲的清淡 知道 妈 那个一会儿啊 你去接一下倩倩的爸爸妈妈 中午在咱们家吃一顿便饭 好 醒醒没有啊 好好好 听见了 你来干什么 你说你爸妈来了 你也不说一声 那我这听我妈说才知道 我妈特意说 请你帮我妈过去到家吃个饭 他们回去了 回去了 怎么就回去了呢 这些不需要你关心吧 黄姐 那个照片的事 我妈跟我说了 我觉得是我不回你了 你说当初你 你怎么不跟我解释一下这事啊 解释 我凭什么向你解释啊 你要早说的话 这事不就没了吗 何必还有会产生误会呢 你觉得误会消除了 你现在没事了是吗 不 这事 说清楚了就过去了呗 我还没过去呢 唉 过 过栋啊 怎么的 人家回上海了 人家回上海了 你怎么不留住呢 那行了行了 你是这事弄的 你过来一趟吧 你过来再说吧 真是 妈 现在开始做饭呢 人家回上海了 走了 不是的 这家人怎么这样呢 连个招呼都不跟您打 懂不懂点礼貌啊 别说了 去做就 做完给谁吃啊 那一大堆呢 咱俩吃 咱俩吃得了吗 这不浪费吗 这下热情 浪费 真浪费 浪费能怎么办 浪费 谁啊 您好 我们是房产中介了 过来看一下房子 中介的 看什么房啊 是这样的 您这个房子不是要出售吗 公司先派我们两个过来 看看房子的情况 出售什么呀 我们家从来也没收过卖房 您这是302吧 对啊 302 不对呀 前两天过来登记卖房子的 就是这家呀 记错号了吧 您稍等 大姐 我们没记错 就是这家 怎么可能呢 一华呀 谁呀 中介 是什么看什么房子 这你是谁 小张快来快来 也小张了 小妈 我去等你们 真的 我们正好睡到 过来看看房子 是 怎么把你吵过来啊 随便 就是这两个卧室 看客厅 拿两个小仓库 我们自己先看看 你自己看你们两个 随便随便随便 来来来来 哎呀 妈 你看 怎么的 那你跟我说怎么回事啊 你这好端端的 卖什么房子 童童手术用钱啊 那得年底 您跟我说 您这时候没钱了 没钱我这有 童童 我自有安排 你安排什么呀 什么 哎 我 你别说 您这房子还真不错 回头呢 我们再过来拍几张照片 行啊 那就麻烦您了 您太客气了 那我们就先走了 咱 好 再见啊 行 咱们再见 谢谢谢谢 麻烦你们了 我跟你们俩说啊 这房子我们不卖啊 肯定不卖 你们也不用再来了啊 行了行了 嫂子就这样 妈 这么大的事 你必须跟我说清楚 你就甭管了你 妈 你看都一家人 你当然得说 行行行 我跟你说 怎么回事啊 你大哥 我大哥怎么了 你大哥遇着大麻烦 喂 倩倩 我们到家了 买顺利的 爸 对不起啊 让你们操心了 跟自己的爸爸讲什么 对不起吗 倩倩 爸爸跟你讲的话 你要记住了 遇到事情 不要着急 要冷静 你着急 容易把事情搞僵的 你放心吧 我不会再冲动了 还有啊 你们美国贷款的事情 我知道 我和国度 会尽快处理的 爸 您和妈要注意身体 不用担心我们 只要你好 我和你妈妈 就什么都好了 懂了 好 那你们先休息一下 有什么事情 我再打给你们 好 挂了挂了 这也真是苦了 倩倩了 国度最近又没挣什么钱 他们到哪去弄钱 来还美国这个房子的贷款呀 你说这件事情 我们这么办好不好啊 怎么办 妈 您这房子 是我大哥让你卖的呀 不是 真不是 真不是 这个我能撒谎吗 那不是 你就别卖了呗 你说他们俩正闹离婚呢 你就是把房子卖了 你把钱给了他 那万一他们俩要是离了的话 那钱还指不定落在谁手里呢 哎呀 他俩也不闹离婚呢 我还不卖这房子 那您要卖了的话 你哪住去啊 彤彤哪住去啊 我们哪住去啊 你帮你们家住去呗 我自由安排 那可不行啊 妈 这我们得照顾您 您一个人我们多不放心呢 这 谁啊 那行 哎呦 大哥 你来得真好 咱们家呀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啊 妈为了你啊 要把房子卖了 你跟妈说说吧 怎么回事嘛 要卖房干嘛呀 这我妈知道 你在美国那房子 还不上贷款了 银行要收回去吗 妈就把这个房子卖了 换成美金 给你还美国的贷款 跟您妈说说吧 妈 我那房子事 我自己能处理 您这是干嘛呀 行了 别死要变子 活受罪了 你当初你要把这问题说出来 大伙儿想个折 不至于问题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妈真的 我美国的事我自己能解决 您说 您要是真为了我把这房子卖了 我跟俩弟弟怎么交代呀 用你交代什么呀 房子是我卖的 和你又啥关系 妈 是 你卖房子是 跟我们没关系 是吧 不用交代 可您别忘了 这房子他们哥仨也有份啊 您看国粮子今天没在这 我呢就可以代表他 您这房子卖的就是草率了 是不是妈 反正我们不同意 我是坚决不同意买这房子 你同学我也没正经你意见呢 房子是我的 我愿意卖就卖 我愿意不卖就不卖 怎么的 好好正经你意见 是 房子是您的 我也拦不住 但是咱说好了 房子您要是卖了 我一分钱不会要 妈 您听见了吧 我大哥都说了 您就卖这房子 人家一分钱不要 您卖它干嘛呀 有必要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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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就下班了 赶紧回来就得了啊 房子是我自己的 这房子我 谁管得着吗 真是 太有意思了 好 我知道了 行了 你就下班了 赶紧回来就得了啊 大哥 妈这房子事儿到底怎么办啊 要是国亮回来 你们俩跟妈好好说说 房子是不能说喝不能买的 不 妈也不听我们俩的 你走 别擦这儿了 这是干净的 擦得这个地里吧 还有那边 哦 里边是干净的啊 好 把帮给我退了 退钥匙 他给50钥匙 谢谢啊 老婆 爷儿 乔哥 我给你说个好事啊 啥好事啊 我找着工作了 真的 什么工作啊 在酒店当服务员 服务员 具体干了什么啊 具体我就是在酒店那个前台 搞接待呗 然后来客人给人开个房啊 结个账啥的 那叫前台小姐 你敢拉倒吧 还前台大姐呢 就你这模样 东北号讲究 胡了八几的二的车子 你怎么当前台去 你才胡了八几 你才二车呢 你说谁呢 那我在家我跟你 我就肆无忌惮 我就不用装 我出门我不得装啊 我天天上班 我不得这样跟人微笑 我说 先生 请问你要什么服务吗 你开房吗 你结账吗 我不得温柔点啊 有点意思 就这样 行呀 你媳妇在外面 可有样啊 告诉你 哪个酒店啊 挺大的大酒店 装修可豪华了 那墙上盯了一排星 真的 我工作环境比你强 风吹不着雨淋不着 快点吃啊 东东 你作业还没写完呢 你别臭 臭义孩子 吃吧 你臭乱乱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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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喝水啊 干啥呢呢 还用几没张眼呢 这 咱说一话 多说呗 你看 行 妈 那个 我给您点事 说吧 咱们 您还真打算 卖了咱这房子 替大哥还 美国房子的贷款呀 嗯 不还 你美国 你银行就没收了 妈 收就收了呗 是不是 你看大哥 他们现在也不回美国 都在国内工作了 房子跟那闲着 也得闲着 卖了呗 还能赚点钱 咦 哪是有点钱啊 不少呢 是吧 你看是 人呐 得将心比心 啊 郭梁啊 假如说你们遇到这困难 哥兄弟都不帮着你 你寒心不寒心 嗯 妈 你讲的这个道理我懂 那谁有困难都得帮 那可是大哥这家里 这这哪叫困难 我觉得是好事 咱房子还不住 你说是不是 那有困难的是我们家 那童童有病的 那不是明白这个事 您要是真把这房子卖了 你就等于拆了东墙 补西墙 啥叫拆东墙 补西墙啊 你说这话 这这么难听 不是难听 妈 你想想 您拆的是我们全家的 大东墙 补的是 老大他们的 小两口的 小西墙 就是吗 不是 妈 你 你 好好想想 不是 您要是真把这房子卖了 您住哪去啊 您这老年人现在呀 岁数大了都有个老窝 您把自己老窝都卖了 您不觉得可怜哪 不可怜 我有三个儿子 真的 我轮班住去 上我儿子下 我实在不行啊 我上你老姨下去 行吗 哎呀妈 那那可不行 那我们俩得被人骂死 妈 你可别再这样了 妈 就上回那事 老大和老三 就对我们家 就特别有意见 就好像是我们两口子 这么捣鼓的似的 妈 我们哥仨呀 都已经长大了 是不是 不要您这么操心 那谁家有困难 您都帮 谁家有困难 您都帮 那现在可倒好 那我们都老大不小了 也应该替您想想 啥事啊 得有个轻重缓急 对不对 你大哥这事 我告诉你 咋要是帮他的话 他就能过去 这是暂时的 咱要真是不帮的话 说不定我跟你说呀 他倒下了 就起不来了 你呀行 行了别说了 啊 您俩说出大天来 我也不听 妈不听你 妈自由主张 真 我儿子出事 我就得管 哎呀 妈 我们都是为您好 您看您是老太太 真是 您还没吃完呢 是不是不是 不吃了 吃点就行了 看见 啊 挡都挡不住 这事啊 我得找老三 跟老三说说去 你跟他说什么用啊 这房子买不买无所谓 关键是这钱 钱怎么用 我费了 你 那怎么用 我费了 有一点 那就 比讯 与这 我们没办法 那 做 都挡不住 你们 你 那